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今天要跟大家谈什么事情呢 我们今天谈一下浩劫过后 所谓浩劫过后就是这次新冠疫情过后 这个图很有意思 这是乾隆南巡图 这个揭露出来的 乾隆皇帝坐在这个船上 这个视察自河 自什么河呢 就是黄河跟淮河的情形 如果大家对历史有点兴趣的话 这个乾隆第一次 这个下江南 是乾隆二十三年 它是临时起义的 本来到泰山 东巡到泰山去 回来的时候 突然对于黄河跟淮河 黄淮平原这一带的水患 励志 有点放不下心 就临时本来要反北京的 突然向南转 就南巡了 那其实很多电视剧里面 都把乾隆南巡跟康熙南巡 相提并论 其实两个意义非常不一样 这个乾隆帝是康熙帝的孙子 基本上浩大喜功 所以他的南巡有很多是信由的成分 就是到这个南边去 接收成名的朝拜 或者这个浏览这个山河 看风景 品尝当地的美食 就来这一套就对了 每一次出巡 都是几千三万人以上 这个浩银都数千万两 但是康熙南巡不一样 轻车简充 就是几百人 百来人 他就可以去视察了 他其实视察的重点 不是像一般那种 拜官也死小诗 说里面写的 南巡 要去镇压南方的这些 知识分子 要去收拢人心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之一就是治河 黄河淮河 长期为患 你要知道 现在我们的黄河 从山东出海 大家把它视为理所当然 这是49年以后 建国以后 花了那么多几代人的心血 才把黄河跟淮河之间 它的流向 做了清楚的 这个厘清 为什么要跟大家 把这个康熙南巡图 他在船上 视察自和的这个图片 揭露出来 这个乾隆 六次南巡以后 一直到最后一次 这个1709年 结束 两年以后 他就决定了 推行一个政策 就是在1712年的时候 也是他执政最后的几年的时候 宣布贪丁入伍 贪丁入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过去中国的古代的历史 朝代 磕税最好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磕人头税 就是统计一下全国有多少人 调查一下子 然后按人头 管你是有钱的没钱的 对不对 我们就按人头来磕税 一个人一两个银子 一个人 对不对 五百文钱 就是这个样子 磕税成本少 效率高 但是会造成什么 会造成分配的不平均 或者逃税 打个比方说 有人 对不对 就引爆人口 或者呢 特别是一些有钱人 地主 把电农的地买下来了以后 租给他 同时把他户口掩盖起来 那这个朝廷要来磕税的时候 对不对 磕不到税 因为地主可以跟电农之间 达成一个协议 上面来磕税的时候 你们就躲起来 你躲起来 我负责包皮你 但是你把地主交给我 就不要交给国家了 用这种方式逃税 所以这个 康熙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对不对 深无痛绝 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六次南巡 对于地方民情 还有这个励志 做了非常清楚的这种调研 特别是 1702年到1704年之间 山东一带发生大旱 那就造成了很多流民 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康熙深入了解以后 就觉得必须 所以从国家的税收根本去着手 就有了这个事情 那万民哥今天为什么跟大家讲一个事情 那万民哥今天为什么跟大家讲一个事情 大家都知道 现在很多的媒体 或者说是公知 或者说是文章都在探讨 新冠病毒过了以后 中国将来到底要该从什么方向去治理 但是昨天有一个新闻 万民哥特别注意到了 就是21号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会议以后 宣布要对低收入人口 贫困人口 失业人口提高补助 在国家推动这个建设的时候 要扩大 这个工资方面的这种支出 从10%提高到15% 用这种叫做以公代正的方式 多雇佣一些人 解决失业的这个问题 我们看这个下张图 这张图呢 大概可以看一个图 外面都特别框起来了 在我们国家相关的这个失业 相关的这个保险 社会保险涵盖的人口中 框框的那个部分 就是失业保险投保的人口 是1.9亿人 是所有保险里面 最低的 旁边有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社会基本保险 通通加起来 我们所谓的五个仙里面 失业保险最低 你稍微了解一下 就知道原来 失业保险 只针对城镇 劳工 或者受雇 这个人员提供的 比如说农民工 或者说是这个 这个所谓 part time的这个实行制 或者临时的这个 雇约工 基本上是没有 拉入失业保险的 所以很多人 就是特别是外国的这种 专家或者机构 看中国做的很多 这个经济数据的时候 唯一让他们 存疑比较多的 就是中国的失业率 包括国内的学者 因为国家相对 对于这个就业保障 这一方面 这个下的功夫 比较少 或者说利有未淡 做得没有那么完善 所以对于实际 所谓失业人口 这个的调查 会比较弱一点 会比较弱 或者甚至比较失真一点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现在讲工业化 讲城镇化 讲发展服务业 它有于建立在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 农村人口要进入到城市 不管是一线 二线 三线 四线城市 一旦离开农村 进入到城市以后 那就不一样了 以前失业没有关系 回家自力更生 吃老本 这个自己自主的日子 没有问题 家里头也不在乎 你多吃饭的时候 多一双碗筷 但是呢 你一旦进入城镇以后 万一你失业了 你失业你不可能回家 对不对 然后这个自己种田 自己种粮食自己吃 不可能了嘛 对不对 因为这个离开的农村以后 对不对 你本来这个 依附或者生存的这个 一亩三分地 已经没有了 而且久了以后 你也不会 这个也失去了这个 种地的本领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随着中国经济 继续持续的发展下去的话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早期 这个农民工 进进出出 来来回回 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 但是这些农民工 流动的这种劳动人口 会越来越少 他们都进入到 城市纳入管理以后 这个农村所提供的 所扮演的社会保障机能 就弱了 就弱了 所以李克强总理 在21号国务会议中 做的结论 22号公布以后 很多中外媒体 都把这个当作 这个财经方面的 头条新闻 就是中国 要对失业人口 低收入人口 贫困人口 提高这个补助 特别是失业人口 因为如果扩大 失业保险的范围的话 把所有的劳动人口 都纳进去的话 那么将来中国 做失业统计调查的时候 这个数据才会成真 因为美国的失业率 其实非常好调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失业以后 就跑去领救济金 一领救济金 有多少人领 然后算一算 你就知道 你真正的失业率 有多少 现在中国大部分的 劳动人口 都没有纳入失业保险 所以他失业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 他到底有没有失业 所以这个就变成 一个灰色地带 我们再看这个图旁边 这个柱状图 它这个柱状图 是讲中国将来 要负担老年人口 抚养的这个比例 也是不断地在升高 我再看下一张图 这两张图 就是说反映出 工业化跟城镇化 它的这个隐患 这两张图 其实就是到2017年 之前的十年间 参与失业保险人口的变化 劳动人口的变化 还有受到失业救济金 优惠人口的 或者补助人口的 这个数字的这个变化 其实大家都可以发觉 参加失业救济 这个的人虽然多了 但是呢 就整个劳工的比例来讲 还是不够了 不够 只有1.9亿人 你看看万民哥稍微估计 中国的劳动参与率 然后乘以总人口的话 大概有9亿的劳动人口 这里面有服务业 有工业 有农业 这9亿人口 但是实际参加失业保险的人 不到2亿 或者接近2亿 那其他7亿 怎么回事 就是有2亿的农民工 大概还有1亿多的这种 临时就业人口 那另外一点 就是在农村 这个还有这个城市之间 或者在农村之间 农村内的农村区域 从事服务业的人 这些人就没有纳入 这个失业保险的范围里面 我们再看这张图 这张图其实就是讲 中国社保基金总体的收入 逐年逐年的都在增加 但是就它分配的结构来讲的话 还是在失业保障 或低收入保障方面 是比较弱的 你比如说养老金 养老金就是根据你的收入 按比例来征收 然后国家给予补助 这个都很好算 我们来看看下张图 这个图是反映了1911年 当时英国大选 保守党跟自由党 展开激烈的竞争 自由党后来取得了胜利 它为什么取得了胜利 因为它在选举的过程中 诉求 自由党一旦执政以后 就要实施国民保险法 这个保险法包括什么 健康保险 包括失业保险 还有其他相应的养老 相关的这种保险制度 是历史上 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 第一次把保险透过法律 将全国老板性纳入 保险的范围之内 的一个法令 这个法令在英国当时 受到很大的这种挑战 这个照片中的右边 是自由党的候选人 背着宣传标语 在街上拉票的情况 因为过去没有一个历史 可以透过国家一个法令 然后把有钱人的钱拿起来 拿出来 然后去补贴没有钱的人 而且这个补贴的范围非常大 除了要照顾他的医疗以外 还要给他基本上生活的保障 他如果受到经济波动影响 失去工作的时候 政府还要去给他必要的补贴 让他能够 度过失业期间的空装期 然后顺利的找到工作 甚至于还要提供他 就业技能方面的这种培训 这个在之前没有过的情况 所以会有这个政策的出现 也跟这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英国社会主义左派思潮 长期辩论出来的一个结论 认为必须透过这个方式 虽然有一部分比较有钱的人 他们必须多纳一点税 但是可以保障社会集体安全跟稳定 这是必要的付出 这个观念一打开以后 其实对整个英国或者说所谓 人类工业化的进程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康熙时代 康熙刚就即位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实行了一套 非常严厉的政策 这个对民生的生计 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这个就是沿海内迁 从顺世18年到康熙22年 一直正成功台湾政权 这个归附以后 对不对 才取消了所谓沿海内迁 所以沿海地区就开始修养生息 但是基本上还不是非常的稳定 所以第二年 这个康熙才有东巡到山东 然后接着就去南巡 希望透过这一连串的措施 稳定国内的这个形势 这张图 看一张图 这是乾隆时代的税单 就是老百姓缴了税以后 政府开的税收的票子 凭证了 拿了这个票子以后 就表示你交了税 因为康熙是在晚年的时候 确定了贪丁入母的政策 但是执行是经过的雍正 一直到乾隆才逐渐的完善 我们再看一件事情 为什么会有人头税 其实这个要归因于隋文帝 中国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大帝国 其实跟隋文帝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隋文帝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 创立科举制度 这个科举制度建立以后 其实有机会我们可以跟大家去分析 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全部纳入国家的人才的储备库里头 也完善了中国市政政治基本的雏形 从此以后 中国的所谓贵族 以世袭做身份的制度 就慢慢慢慢慢慢的 随着科举的普遍 消退了 完全没有用 很少用到武力 就把这个所谓阶级制度 几乎给完全打破了 另外隋文帝也干了一些事情 就是创建了户口民部 户口民部 我们都知道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户口民部 做磕税或者说人员的这种管理 但是在隋代以前 中国虽然有户籍制度 但是这个户籍制度还不够精确 所以在开黄三年的时候 隋文帝接受跟群臣讨论的结果 他认为当时 山东尚成奇俗 基巧兼伟 必亦情有者十六七 这什么意思 隋文帝统治的时候 他发觉这个山东地区的人 跟春秋战国时代的七国人一样 非常的狡猾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先行时代 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商业最环容的地区就是山东 做生意的人都多 所以他们的人 脑筋就比较活 政府出一个制度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个让历朝历代 在管理山东上都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所以他就接受陈子的建议 推出来了大索贸越 什么叫大索贸越 就是地方政府 就是说对国内的人口进行清查以后 要造策 而且每一年 都要根据这个策子去做核实 大索贸越里头把人分五种 第一个叫黄 什么叫黄呢 就是刚出生的幼儿 第二个叫小 就是小孩子 第三个叫中 就是青少年 第四个叫丁 就是成年人 最后一个60岁以上叫老 只要列入丁的人都要纳税 现在我们户口名部里面有照片 古代没有照片 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政府的县长县城 每一年就把地方上的基层的 这个老百姓的自治组织 乡 李 党这些的人 召集起来一起做人口普查 把每一个人按照名字 来一个一个做登录 不但登录 还有记录你的面貌特征 身体形象 还有身体的状况 最主要是调查所谓三级 第一个有没有病 第一个你的病是重的还是轻的 第三个有没有残 有没有因为病到重残 因为必须要做这种详细的调查 它在瞌睡的时候 才能达到瞌睡的目的 每一年都这么干 这个结果就透过 国家透过互制 励制 税制 牢牢地掌控了国家的管理 就可以做有效的动员 即使经过短暂的动荡 但是新的政权成立以后 它要建立它稳定的统治基础的话 可以把这一套户籍制度再拿来用 再拿来用 所以这个就形成了 中国可以两千多年的大帝国 人在历史上是空情绝后 从来没有一个大帝国可以存在这么久 而且你要知道股市后 没有这个所谓的电报 没有所谓的电话 也没有所谓的汽车 都是用最人死的受力人力 进行这个交通资讯的这种交流 你能够这样子控制一个大国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在看现在国内各种保险相关的 保障的这种情况 下面这个图有两个图 一个是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 为什么要从失业保险提到医疗保险 听我慢慢说来 这个覆盖率虽然在提高了 虽然在提高了 但是它里面的内容是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主要还是城镇职工基本的医保 占了比较大的比例 我们再看看这个图的右边 是美国跟中国还有各国的对比 医疗费用的支出里面 一般来讲80% 大部分国外都80% 都是所谓基本医疗的保险支出 就是政府跟职工一部分 各负担一部分 大概占了80% 另外一小部分是自己自费 还有透过商业保险取得相关的医疗保障 但是有两个国家比较偏低 第一个就是美国 美国大部分的医疗保险的费用支出 52%是透过自费跟商业保险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美国人 一生病以后没有钱看病的道理 因为国家所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比较低 另外中国也明显的偏低 中国这个比例只有不到55% 其他45%也是透过自费 而且商业保险的比例更低 所以像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以国内本原有的医疗体系 其实是难以对抗的 那是国家采取紧急的措施 全国调动医疗资源到湖北到武汉 另外一点 出重手 花大钱 所有染病的人员 都有提供免费的医疗 我们再看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失业保险 中间你看那个红框框的 那个部分 是失业保险 这个受领失业金人数的变化 其实你可以看出 从2009年到2018年 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再减少 也就是出现一件事情 虽然纳保的人多了 但是要取得失业补助的条件 越来越严格了 这个问题也会成为大问题 为什么会成为大问题呢 早期因为中国工业快速发展 没有所谓失业率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各行各业都缺工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 逐渐发展成熟以后 那就不一样了 缺工的情形不像那么严重 不像以前那么严重 不像以前那么严重 越难找 那另外呢 对不对 你纳入城市以后 你所必须接受的医疗保障 或者你要负担的这个 老年人的这个抚养 比例都越来越重 所以国家对于 社会保险方面的这个投入 要越来越多 那越来越多 跟我们投资人是什么关系 我跟大家讲 纳保就是越多 国家收到的保费也越多 所以保费怎么办呢 它一定要找 可以获利有报酬的这种商品 进行这个投资 我们看下张图 这个是目前国内 社保基金 对不对 这个投资分布的情况 跟大家讲 这个呢 必须要跟着大咖走 这个投资人呢 你只要发觉 对不对 社保基金投资人 你跟着他走 绝对没错 目前呢 中国社保基金投资最多 就是银行股 占了百分之二十三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社保基金的人 他们赚钱的方式 或者他们拿到 收到这个保险金的方式 他不是追求个人的利润 他要保障国家社会的安全 让这个保险金能够 这个顺利的运转 所以他不追求高报酬 高风险的投资 他追求的是稳定的投资 这一点对投资人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一下一张图 这张图呢 反映出来 中国社保基金 他委托投资 还有自己投资的这种金额 都不断地在上增 也就是说 国内的投资市场 特别是股票市场 将来受到社保基金 这个方面的这种影响 会越来越大 就是一个股票呢 对不对 它的涨跟跌 它的估值 会随着社保基金的布局来变化 所以投资人在做投资的时候 除了分析个别上市公司的财报业绩 等等的数据之外 其实从大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 你要看社保基金 它的投资布局也非常重要 而且大家都知道 这个社保基金是国家掌控的 它对政策 它对市场讯息的掌握 会比我们一般人强非常多 强非常多 我们再看看下张图 这是美国的这种情况 美国现在也是一样 你可以发觉 美国这么多年下来 它的信托比例 投资的基金也越来越高了 这个情形就反映出来 美国的社会安全制度 是建立保险金在金融市场 布局的情况 还有它的获利 来取得基本的保障 就是说把保险金跟股市连接在一起 就成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 它维持社会经济稳定基本的基础 基础 这是中国未来最需要向美国司法效法的地方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谢谢